来到美丽的海岛生活度假的最佳方式一定是乘船出海 那么今天这一套拥有私家游艇波位的超级豪宅 一定可以满足您的愿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超级豪宅 这个豪宅拥有25米长的潮潮泳池 拥有私家游艇码头 拥有非常漂亮的户外庭院 接下来大家跟我一起来参观一下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所超级别墅的门前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套别墅仅临24小时保安亭 安保系统非常的好 然后咱们看一下它有两个门 一是车库入门 车库入门进去非常宽敞 可以停四辆车 这边还有一个正式入门 咱们现在从正式入门 带大家一起参观这套别墅 正式入门进来会有一个长长的这种石板路 这个门是二进门 从大门进来咱们继续往前走 走过这个长长的这条小路 咱们就来到了正式的入户门前 我们打开这种青龙装饰的石墓大门 非常有仪式感的这个大门 就正式进入到别墅内部了 来到内部呢 我们先带大家来看一下 整个别墅的它的一个布局情况 进来这是一个小门厅 有玄关桌等等 这边的楼梯呢是二楼和三楼 在这边进来 这个门呢 里面呢是一个客用卫生间 咱们拐进来这里是整个房子的公共区域 这个区域要好好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公共区域呢它是一个开放的空间 主要是餐厅和客厅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餐厅呢非常有意思 它是一个圆圆的餐桌 包括上面的顶呢也是圆圆的 这样一个顶特别符合咱们华人那个用餐习惯 巨大的一个容纳十几人的餐桌 这个餐桌后面呢还有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餐边柜 餐桌再往前呢就来到了这个客厅区域 我们看到非常有意思的是客厅区域呢 它是一个维和式的布局 并且上面的顶也是方方正正的这样一个吊顶装饰 整个客厅区域及餐厅区域呢 它是完全通透敞开的 我们可以看到有两面整面的墙 全都是这种欧洲进口的折叠推拉这种玻底门窗 这个门窗一打开之后啊 室内室外空气自然流动带来非常好的自然光线 所以整个这个公共区间呢 它是非常宽敞明亮通透的 那从客厅餐厅我们看之后呢继续往前走 带大家看一下它的厨房 在餐厅的背后呢就是这个房子的一个厨房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西式厨房 进入厨房之前呢会有一个小小的吧台 这有些吧凳 在吧台的另外一面我们还可以看到 它的真的设备非常的齐全 还有一个横威酒柜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套房子 它整个的这个厨房 整整的这种L型 全部的都是这种黑色 大理石装饰的这样的一个整体厨柜 上面你看五头电磁炉 然后呢抽油烟机烤箱冰箱这些设备非常的齐全 还有在中间呢还有一个大大的方形导台 这个方形导台上也有两个电磁炉上面有抽油烟机 所以呢它真的是再多的朋友亲戚来都可以满足我们的这个朋友需求 那么这个厨房我们看完之后再往里走呢这里啊还有一个燃气灶 就是中式的一个小厨房厨房在外面还会有独立的保姆间以及洗衣房 那么这个公共区间给大家介绍完之后呢咱们现在回到这个门厅给大家介绍一下另外这一侧它的一个布局 这一侧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主卧空间这个主卧呢还连带了自己的一个小会客厅 我们进来看一下这个是这套主卧配置的这样一个会客厅 这个会客厅我们看一下它真的是风景非常的好 整面这个落地玻璃窗打开以后它直接面对的是室外25米长的这个自家的这个泳池 那么这个小会客厅呢看完我们往里走是这个主卧的一个这种开放式步入式的衣帽间 它是两侧都分布这样的一个衣柜 并且这里还会有巨大的梳妆台梳妆镜 继续往里走 进来呢就是这个主卧的卫生间 我们可以发现啊这个卫生间真的是非常的大 它中间呢是双台盆 并且中间有独立的按摩浴缸 在这一阵为中心呢两侧还分布了双拿筒双零一间这样的一个设置双动线 我们继续往前走就来到了正式的这一间主卧 这一间主卧我们进来以后发现啊它格外格外不一样 我们观察一下这个主卧呢大床为中心呢 它三面墙我们可以看到三面墙包括拐角全都是通透的大玻璃设计 整个户外我们也能看到它是一圈的水系环绕整个主卧 那么这种通透的大玻璃的设计就给这个房间呢带来非常好的自然光线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间主卧还有一个特点 推开这个玻璃移门进来之后 整个这个空间呢它是非常私密 但是呢有大自然的绿植 大自然的这个风和光线的这样一个水系包围的一个空间 好这个主卧呢就带大家参观完了 咱们再回到中间上二楼来看一看 现在啊要带大家去二楼看一看 因为一楼呢是主要的客厅餐厅 就一个大主卧 二楼分布了三个客户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咱们踩上这个楼梯的这个脚感感觉非常的舒适 因为啊它全都是实木幼木地板 经过这十年时间打理的仍然非常非常的好 没有丝毫的磨损 来到二楼以后你会发现它的这个玻璃栏杆非常的通透 然后这个走廊这里这一面是通地的玻璃窗 这一面又有玻璃窗 这两扇玻璃窗就起到非常好的采光效果 接下来我要依次按顺序带大家参观这三个房间 我们先看楼梯进来左手边的第一间客房 这间客房进来以后会发现也是宽敞明亮 这一边呢有一个落地这样玻璃门呢是通向户外的露台 户外露台有户外的一些桌椅装饰 从这里能够看到远处的风景 然后这个呢也是大床房 这一面呢是满墙的镜面衣柜装饰 咱们再看这个房间它配套的卫生间 这个呢卫生间呢也是同样双台盆 独立的马桶间独立的淋浴间 好这个客我们参观完 接着出来继续往前走 我们参观另外一间 这一间房间呢进来就会发现不一样 它更大一些 这有一个长长的小走廊 这个走廊呢 这一侧呢全都是这种落地采光窗 所以光线非常好 再往前走 我们就正式来到这一间客房 这间客房呢就是它的尺度 感觉跟主卧的尺度也差不多 非常非常的大 有一个中间有个这种两米的拭木大床 并且呢它空间宽阔到 除了床还放置了这种休闲沙发 以及茶几 足可以说明空间非常的宽敞 再一个呢它同样也是两面 看这种落地玻璃窗 光线也非常的好 那么咱们先参观这一个房子它配套的卫生间 我们进来这个卫生间同样也比较大 首先呢进来先看到是这样一个嵌入式的一个按摩浴缸 以浴缸为中心也是左右对称分布了 右面这个镜面的衣柜 左侧这边呢是淋浴间智能码头 以及这里啊双台盆 所以整个卫生间的配置也非常的高级 并且它同时也是双动线 看咱们从这边进来 然后从这边出来 非常的方便 这个卧室还有一个独特的地方 带大家看一下它的阳台 还是同样这种进口的推拉门窗 推开以后就来到了这样一个阳台 从这个阳台我们一是可以看到自家这个庭院 非常美自家的泳池 再往前呢能看到前面的游艇 并且这里呢正好有一棵大树折阴 在这里乘凉也是非常的好 那这一间第二间可我参观完了 我们回到楼梯这个部分往前走 我们就来到了这一层的第三间卧室 那这一间卧室大家看到它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抬头看顶就好了 这一间卧室呢有一个非常高的这样一个挑高尖顶 并且这一间卧室的空间也是同样非常的大 除了双人大床之外 这边还有一些休闲的沙发配置 还有一个按摩床 那么床对面同样也有非常漂亮的这种阳台 这个阳台呢就是直面的是25米长的泳池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间卧室它配套的卫生间是什么样的 我们从这边进 首先呢这是一个长长的一个不如式的一个衣帽间 你看这些充足的啊 不管是开放式的敞开式的封闭式的衣柜都非常的多 我们继续往前走 哇这个卫生间我觉得是今天上面的三个客房里面又不一样的 进来之后就格外的敞亮 除了这边双洗手盆上面的化妆镜 这边有一个独立的按摩浴缸 也是以它的中心呢 双马桶双淋浴这样的一个配置 唯一不同呢是在这个浴缸的背后 这里还有一扇门 咱们推开这扇玻璃门呢 就会发现这间卫生间连通了一个自己的私人的这种露台 这个露台呢非常的漂亮 中间呢会有一个这样丘弦的像鞦韆样的躺椅 并且这个阳台私密性非常好 你看周围种植了一圈茂密的就有绿植 我们能够看到蓝天白云这欣赏的大自然景观 同时呢保持自己的这种私密性 所以在这里啊 这个按摩泡澡完全不用担心隐私 我们再回来这一层呢 咱们基本上就参观完了 还有最后一个三层的一个卧室 带大家来看一下 上来三层呢 整个三层就只有这一间大套卧 进来这间套卧 看一下它的布局 进门这边呢会有一个办公桌 再往这拐进来 就是整个的这个大卧室 这间卧室呢它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 是吧有一个抬高的地台 在地台上面放了这种大大的 这种两米的这个大床 这里又布置了休闲的茶几 以及休闲的这个沙发 整个这个卧室的空间也是非常非常的大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卫生间的配置 这个卫生间的门呢也是格外的大 这种两边的推拉一门打开之后 我们就进入到这个卫生间 跟以往所有的卫生间全都不一样 在正中间呢是有这样一个独立的一个按摩浴缸 然后呢也是以这个为中心呢 两边对称你看左边一个洗手台 右边一个洗手台完全对称 左边和右边都有这种镜面的衣柜 并且同样也是有这个独立的步入室的连运间 有这种制农拿筒间 并且这个卫生间呢 这里这里有一个整面的这种落地排光窗 或者也叫景观窗 能够看到外面的景观 所以整个卫生间进来呢 光线非常非常的好 那么卫生间看完 咱们再回到这个卧室空间 这里还有一个独特的地方 就是这个房子 拥有一个自己配套的超大露台 我们推开这个玻璃衣门出来 就会发现这个露台 这就不能叫阳台了 因为它非常非常的大 是一个私家露台 只属于这个套窝 这个露台里面呢 还有一个凉亭的这样一个设置 凉亭里面休闲的沙发茶几在这儿 放松特别好 我们来要给大家看一下 从这个露台上 我们能看到什么 一是能够看到自家的这个别墅 自家的庭院泳池 再一个往远处看上去 外面这一些停满了游艇的这种皇家把头 在远处群山 在远处的海边都能看得到 所以这个卫生应该是整个家里啊 风景最美的 现在呢 我们又回到了一记门的门厅 左手边入户大门 这个背后呢就是咱们参观的主卧的一个小客厅 前面呢是咱们参观过的客厅及餐厅 那我的右手边呢就是这个房子的庭院 带大家来参观一下庭院 还记得我一刚开始说过这套房子呢 占低1454平方 它的建筑面积呢是720平方 那么剩下的一多半都被庭院占击了 首先来到庭院 大家看到的这个泳池给大家介绍一下 它的长度呢足足有25米长的这样一个泳池 在这里 在泳池的这个头 这个部分呢 还有单独的按摩浴缸的部分 那么咱们继续往前走 另外一头呢就是一个凉亭 从这个角度呢 能够给大家看一下 整个庭院是把除了巨大的泳池 还有凉亭休闲 这里啊修剪的非常漂亮的草坪 以及啊种植的这种郁郁葱葱的这些树木呀 花草非常的美 我们看完刚才这个凉亭的部分呢 这边在凉亭对面这边呢 还有一个户外的酒吧区域 这个酒吧区域完全被一个水系环绕 有瀑布流水 这个酒吧非常好的是 它是真正的酒吧 因为下面呢有这个制冰机 有冰箱 有这些的配置 所以呢这个跟朋友在这里啊 户外娱乐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这个酒吧后面还有一个凉亭 这个凉亭就真正的一个休闲凉亭 在照看着前方的游船 看着前方的大海 好再出来这个酒吧区凉亭区 我们再往这边来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我脚下铺的这种啊 铺板 这个露台呢足足有大概50米长 整个一个侧院都是这样的一个露台 在这个露台上我们可发挥的空间也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么从这个露台咱们往前走 就是这个院子最最关键的亮点 走到头然后顺着这个楼梯下去看到吗 就是咱们这个房子自家的私人游艇码头 大家可以看到周围啊 这是在皇家游艇码头里面 所以这个码头呢是真正的深水游艇码头 特别的专业 大家可以看一下旁边的那些停船的地方 停的那些游艇呀 没有自己的码头 而我们这个呢是初来自家的院子 就是自家的游艇码头 会非常的方便 这样的房子呢才更具稀缺性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这套房子室内室外加码头 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这套房子我们欣赏完了 接下来我想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房子 它的几大亮点 第一呢 我们一定要说一下它的位置 皇家游艇码头呢 位于整个普吉岛的中间位置 从这里去邦导海滩去普吉镇都非常的近 并且距离新开的罗布信购物中心呢 也只有十分钟的路程 再一个呢 它距离普吉岛上非常有名的英国国际学校 也特别的近 不管居家自住交通都非常的便利 第二呢 我们再说一下 这种拥有私家游艇码头的这种超级豪宅 在整个普吉岛非常的稀缺 在整个皇家码头呢 也只有六套别墅和两个顶层工艺 才拥有这个私家码头 所以它的稀缺性非常的高 买了这样的房子 咱不说它的增值空间 至少它是保值的 第三个呢 再说这个房子通过视频我们也看出来了 虽然有将近十年的乌龄 但是房子的所有的地方保养的都非常的好 像新的一样 所以这套房子买下来之后不需要进行任何的维修 直接入住就可以 这套房子一主现在的报价呢是468万美金 如果喜欢这一套房子的伙伴们 再买下一厅自己的游厅 那就非常的完美了 这样的房子不管是自住还是出租 都是非常受欢迎的 喜欢的小伙伴尽快的跟我们联系 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